大家好,歡迎收看《一語道破》 上星期《一語道破》的題目 提醒大家市場是詭異的 市場詭異,設計跟紅頂白 即是市場很詭異,千萬不要 見好就追好,見淡就追淡 認真詭異的,為什麼呢? 美股上星期一承接8月1日、2日 即是前個星期四、星期五的跌勢 星期一再踩多一腳 導致一開出來,最多跌上1200點 最終收市都跌2.6%,即是超過1000點 S&P就跌160點,去到3% NASDAQ就跌576點收,3.43% 大家都以為這次就好像1987年 10月19日那黑色星期一的股災 市場肯定玩完了 何況日經就更瘋 8月5日的日頭,即是星期一那天 單日跌了4,451點 即是什麼概念呢? 即是整個12.4% 這個數字呢 對上個星期,跌了3,000多點 帶來再多4,000多點 你想一下,是不是? 整個8,000點 那是不是股災才行呢? 但是詭異之處呢 就是第二天,星期二 即是8月6日 日經一無厘頭,又升了3,217點 那又升了10% 有很多 那理由呢 就是全日本央行副行長呢 就啊,內田真一說 央行呢 就不會在金融市場不穩定 這個情況之下呢 就加息的 那市場呢 就全息為威 上次加完啦 這次應該 沒有得再加的了 這樣啊 那所以呢 就日經呢 就不停飆升 星期三呢 就再升了414點 即是1.19% 那多了日圓呢 更厲害 星期一的低位呢 就是14168的 那麼 飆到上去呢 捱近148那頭 14790幾 兩天一升了 620點又多 或者是4.4% 那 如果你跟紅頂白 就是星期一 以為那個股災 就去見淡追淡呢 那就是隨時被人抬出場了 無論是沽日經也好 沽多了 日圓也好 就是沽多了 看好日圓 都去中招的 更詭異的呢 就是 有些偽高人膽大那些 那些投資者 或者炒價 就想 咦 日經跌了一萬點了 不如呢 嘗試撈底 或者擺定個價 駁一下猛 看看可不可以 就是 反彈啦 啊 誰知道呢 撈底又撈不到 擺定個價 看到價也做不到 不知道市場真的 波動得太厲害 撈到做不到 還是 我經常都說 錢多的地方 就有老千的了 那 不要以為巧合 那 好了 美股呢 都是的 星期二呢 三大指數呢 反彈 0.7到1.04% 星期三呢 又撈回去 跌回去 星期二彈那些 這樣的幅度 星期四就來了 連很多人都不多 理會的一個數據呢 就叫做 新申嶺失業救濟人數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拿來又炒 一頓 數字呢 截到8月3日 那個星期呢 新申嶺的人 大概23.3萬左右 就是和市場 預期24萬 真是很少 差7千人左右 拿來炒 大戶都可以拿來 殺你的措手不及 將美股大力推上 三大指數 上升1.76到2.87% 不等 一日升 一日跌 退速就漲銳 問你怎樣炒 過市呢 究竟跌完了沒有呢 我們一會兒說 大家好 我是王冠一 每個人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 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 會員將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、外匯、債券、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小小的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 成植隊